白星凯夫 子彭在派学高中 Io garlic process Io garlic process 就是他们压力 在过程里面 压力保持长度 后面不要讲话 注意天 以上的音量就一定 在等压过程里面 因为压力保持一定 所以它的PV桶上面就是这样子 Invisual Final Speed 它也能保持一定 但是它的体积呢 会改变 体积会改变 我们以前讲过 功就是这一条PV图上 排处曲线的下方的这个面积 跟B种所加的这个面积 这个就是它的功 这个功很容易算 就是P乘上VF且Di 如果我们算算看 Word 要等于PdV Di到VF 因为P是常数 我们可以提出来 提出来就是DV等积分 DV等积分就是V 它就是VF 这个是等压过程 什么是等压过程呢 等压过程比较常见 听说你在大气压 这个大气压 稍易不开水 那这个水 整个过程里面 它都是它的压力 都是大气压 因为它是开放的 它的口是开的 所以它受的气压 都是大气压 那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如果有M克 M公斤的音体 在定温之下 变为蒸汽 变为蒸汽 那么 这个时候 我们说它是P呢 是靠水 是靠水 在等压的情况之下 你烧这个液体 它定温之下 变成蒸汽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在沸点 它的沸点 它沸腾了 然后它要变成蒸汽 这个时候它的温度不再上升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它需要有气化润 好 后面我们现在就 我们现在就 热力学第一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 我们先把热力学第一定律 写出来 U 2 -U1 Q -W 现在我们 向一向看 那么Q是什么呢 Q就是 M M公斤 它现在是M公斤 沸腾的一体 变成M公斤的蒸汽 所以它这个时候所需要的 液就是 气化润 这个L就是它的气化润 然后看W 然后看W 当W 我们 我们 做规矩 把它写一下 因为你们初学嘛 所以 你就要 读鬼局局地写 写一写这个事 不要直接把这个东西背起来 等到你 有瓜烂熟了 你就不要写直接写 这个事 它现在是从VLIFRATE 变成VVAL 正气就是VAL 它这个就等于VLIFRATE 其实它这个就等于VLIFRATE VLIF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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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这两个都有了 我们就看它的 内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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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后来的STATE 是VAL STATE 起初的是LIFRATE 它们就等于 等于FL 减掉 P P VAL -V VLIFRATE 等到这样的时间 现在我们把这个 数字 数字 我们取一个实际上的液体 就是我们的水 来看看 如果 一克 现在 一克 的水 一克的水 它体积就是1Q M 一克 一克 является 一克 一克 Centimeter cube destroyed 蒸汽 好 隨著蒸汽任務 企劃任務 鋪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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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的改變 好 那現在 我們 怎麼做呢 我們就可以 用這個方法 我們先上套套 這個 我們來講 Presure Presure是一個ATM 一個atmosphirical pressure 一個大氣壓就是1.013 層實的 五十八個par par就是Newton per meter square 大概是1.0 這個是 Presure Presure Volume Volume是 1671 減1 這個是 centimeter q 但是我們這個是用 sr unit 我們用的是FPSG 所以這個也要畫成FPSG 一個地方公分之多少地方公尺 十的二次方的三次方 六次方 是FP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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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尺是一百的三公尺 我們再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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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FPSG 是FPSG 就是每一克這麼多卡羅里 如果要畫成FPSG 每一公尺 千卡 這個要乘一千 這個也乘一千 對不對 那就約掉了 所以 我們可以這麼寫 M L 等於 2256 我們先寫 先寫這個 一克 就是像 2256 卡羅里 一個 它就是 2256 個 JAR 56個JAR OK 我們把這個 256個 這個 這個 我原來是用JAR 這是JAR 已經畫出JAR 已經畫出JAR 所以這個意思 一約它就是這麼多 好 好 這句話叫 我剛剛是寫卡羅里 卡羅里 卡羅里的話 就是 你要畫出千卡 對不對 就這樣 好 那我們就可以算它的 DELTA U 可以 U V minus U Liquid 這個就是 226 166 減到169 10 20 8 7 的交流 這是 很大 過程 好 再來我們 介紹一種 進入 3 0 冷視 2 2 1 1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用在冷冻器 冰箱 都是用节流过程 它的缺度是这样子 我们有一个压缩机 这是一个圆柱的 圆柱的侧面 这里有一个摩筛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里有一个缺点 很细的缺点 有一个缺点 那么点 我们的缺点 有一个缺点 的缺点 我们的缺点 有一个缺点 这有两个活门,这个活门可以往这边开,这个活门也是往这边开 如果你压力压下来的话,这个活门开,这个活门关闭 抽上去的话,这个才开,这个关闭 这个地方就会装成一些容易挥发的气瓶 这个压缩气就是,印象或者冷气里面的心脏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心脏 春天,就开始里面,可以看到广告 好多冷气的广告出来了 有一点我好像看到,好多广告 他说,他这个样缩机啊,是平里大名的铁甲五次压缩机 就是像这种 还有一种像山羊呢,他就做 找一张对漂亮的小姐来,转一个扑哈圈 他说是圆的好 他那些是混同型的 但是都是这个能力 当我们把这个气体压缩的时候 压缩的时候,这个活门关掉 这个活门就打开了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体积啊 就压缩成很小的体积 很小的体积 很容易就压缩 你从这个地方的温度过来 从这个地方,要说过来 这个,这个异性很热喔 很热喔 很热 很热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空气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空气啊 我画的这个是水管 水冷室 这个 水管呢 就绕过这个地方 就把那个热吸收了 这个时候,他就用热从这根船出去了 热从这根船出去了 热从这根船出去了 那以后呢 他压缩了以后 另外半的周期 他就 他就 扩张 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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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出来 他的体积从小变大 这个活门关住了 这个活门打开了 于是这个 高压的气体啊 突然这边气压变低了 就往这边噴出去了 这边就 这边就 气压比较低吧 所以他 体积扩张 他就温度 急剧的下降 温度下降 下降的温度呢 比外界要来的低 所以这边就是我的 比如说 电冰箱啊 或者是 冷气的话 就是你的 屋子的内部啊 屋子内部 或者冰箱里的 月 就被这个 吸收了 吸收了 被这个 吸收了 吸收了 然后呢 他又回来 又压缩 又变热 这边又把他的热去掉 到这边又吸收热 所以他每一个 从这边排热 从这边吸热 所以这个冰箱里头呢 就越来越 温度变低 那么万里 整个冷气 就这样就觉得很热 那其他的这个 部位 我们全部用绝缘 全部绝热 不让这个热 从别的地方排出来 只从这里排出来 只从这里排出来 只从这里吸收热 就这样子 好 现在 我们 来看 像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怎么应用 热力学第一地域 热力学第一地域呢 我们先算它的功 OK 我们说这个过程 你可以看成是 两段 这一段 好像是 我们画成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管子放大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 红结 就是很小的地方 红结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画一个隔板 当中有一个小孔 小孔 那么 这个 周遭呢 我们是把它绝缘绝起来 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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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先看这边 这边 这边 就是 这边 如果Pistons在这里的时候 这边体质是V1 它的Presure 是V1 这个时候 气体在这边 那这边没有气体 我们就把摩塞 画到这里 它的Volum等于零 Volum等于零 就是这一半 这一半 这有摔 这有摔 这没有摔 等到 它往上抽的时候 就是这一半 这一半 我们再画一个 再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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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半 就抗脸 到 压缩到 这个 这个 Presure P2 这里 是Volum P2 它整个是 绝缘 因为整个过程 是绝缘 绝缘 那依据绝热的意义 就是 Q 要等 也没有 外界 没有热进来 里头也没有热出去 这个 就是 这部份 这个不包括这部份 的 然后呢 这个 我们用 Tresure 来算工 Work 它是等于 2段 P 1 EV 这个时候 是 P1 假定它的整個過程裡面,開始保持一彎 它的體積是從一彎變成零 結果就是等於我們一起寫 再加上這一段,它是P2Db 它體積原來是零,後來變成B2 我們就把這個算出來 這個基本等於 負的P1B1 負的P1B1 加上這個是正的 P2B2 QQW W2H Internal Energy 的改變 HP2B2B3B2B2W W2B2B2B3B4 V2-V1 现在我们可以把所有二的相放在一起 所有第一的相放在一起 U2-P2-U1-P1 或者我们可以写成这个 U加上PV 要等于长数 这个量要等于长数 这个量叫什么量呢? 我们称它叫做一个字 我们大概是有真理来第一次听过 韩 有没有看过韩 看过 看过 他叫做 其實它就是能量的將位 這個能量跟U跟PV有關係 這個系統 這個是與材料有關 我們會專門從事冷凍業的工程師或製造業 它會有各種材料 它的傷是多少 變成一本冊子 共同參考 這就是韓 就是能量 U加PV 這個能量 這個叫做tructural化學習 我們再看一個過程 叫做自由移障 自由移障 有 有 有 不 有 有 CH 什么种自由盆上呢? 这个也是蛮奇怪的 我们假定有一个手机器 这个体积大小不改变 我们把整个的体积 它外面的壳子 我们绝缘 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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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外界没有关系 跟外界没有关系 这个方向就代表绝缘 绝缘 我们在这里 有一个隔板 把这两边合起来 这个体积是V1 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个里头 V1里头 充满了一些气体 意向秀 都在这里 这里没有 它的TREASURE 是V1 TREASURE 然后 我们想办法用遥控的方式 把当中间的隔板 让它破碎 隔板一破 所有的气体 就开始往那边扩散 气体就往那边扩散 所以它就有一部分的 隔壁去了 对吧 对吧 好 这个之后 这个气体呢 就 我再往这边 好 然后它的TREASURE 就变成P2 它整个的VOLUM 它仍然是学热状的概念 它仍然是学热状的概念 好 我们现在看看 根据热力学 这样的一个变化 它的热 它的功 它的内能的改变如何 我就要看 vel 第五个 我将修律 绝乐 绝乐 为绝对 绝乐 绝乐 就是世界的绝对 绝对 所以外面才是他的環境 他沒有熱量跑到環境 環境也沒有熱量跑到這些系統 一直Q就是等於零 Q等於零 因為他學熱 所以Q等於零 再來呢 我們看他的功夫 然後氣體是膨脹的 但是他對外界有沒有做功啊 對外界有沒有做功啊 熱力學第一定律零 那個功是什麼定義啊 外界對外做功 是富人 系統對外做功是正 對外的 現在有沒有對外做功啊 沒有啊 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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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 於是在 內人的改變 我們是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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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氣體的動能 完全是溫度的函數 是溫度的函數 U是溫度的函數 U是溫度的函數 所以 我們是2D 所以 我們是2D 我們是2D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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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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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D 4D 4D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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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D 5D 這是課分子比人課分子比 我們剛才講的這些過程裡面 有等溫過程、有等壓過程、有等溶過程 一個系統的壓力保持一定在那裡變化 或者它變化的時候 它的體積保持一定 這兩種狀況,它的課分子比率不一樣 再來,現在我們算 我們定義 cd,它是等於n分子比 dq over dt 這個時候是什麼呢? 這個叫dq component 這等溶 等溶過程都是課分子比人記 我們定這個cp 叫做n分子比 dq over dt 如果這個時候我們要去看 現在就有這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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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這兩種 接下來 我們就看這個 以前我們講的熱力選第一定運 它是u2-u1等於q-w 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 比如說,它從第一個 state 或者initial state 變到final state 整個過程裡面 它吸收外面都承認 對外面都承認 是整個過程來做 但是當我們過程局勢一畫出來 我們說 我們說 我不要講initial到final 我就隨便點一個位置 就在這一個小小的範圍裡面 很少平常的過程裡面 它吸多少熱 它做多少功能 好 這個時候我們怎麼做呢? 它就是說 好 你吸小小的過程裡面 吸了dq的熱 做了dw的功 那麼就等於它 內能有一個小小的改變 dq 內能就有一個小小的增量 然後這個dw 我們有時候可以把它形成pdb 好 這個是熱力學第一定律的唯一分詞 differential form 就是熱力學第一定律的總體分詞 是熱力學的 呢 這麼多的 一片 再次复制 我們在這裡畫一個PV圖,VD,然後我們畫兩條等溫線,就是等於過程。 在整個過程裡面,它的溫度保持PV,在這個過程裡面,溫度也保持PV,如果這個溫度是P,這個溫度就是P加PV,有一個增量,就是它的溫度變成一個增量。 我們剛剛說了,它的內能僅僅是溫度的函數,所以在這整個過程裡面,U不一定,因為整個人的這個路走,人的這個過程變化,其中的不變化,所以它內能也不變化。 這個過程呢,P變成另外一個T,它的內能呢,我們的假定是U加U,這兩個,兩條線是兩個種過程。 現在,我們假定說,我在這裡是A點,A點就是它相對於一個PA,我沿著某一個路徑,到了B點,它的溫度改變。 這個地方的溫度跟這裡的溫度不一樣。 那麼,我如果圓這一點, 是C,最好,連R氣大 reportedly整個步行, 這個地方的分配 monteiritual在這一點。 C, 然後和它, 然後沿著這個 números來自的方向來自宜方向來自 Other方向來自宜方向來自宜方向來自宛方向. ABC, F, B,我改一下 這個B點,這個C點,這個D點 然後呢,我也可以 這個路到這裡 E,F 我有好多個路徑 不管我圓哪一個路徑 從A到D也好 A到D也好 E到F也好 溫差都是D,對不對 內能的差都是DU 那現在我要問 DU是多少 我要算它這個 因為它這個,不管是哪一條 都是U到DU U到U加DU 都增加DU 內能的增加都一樣 我現在要求DU 那你現在怎麼做呢 我們首先選一個最簡單的 最容易算 假如說 有一千個方法 都可以得到同樣一個結果 只有一個方法很簡單 其他都很難 你是不是一定挑這個最簡單的做 對不對 那麼我們現在 最簡單是哪一個路徑呢 最簡單是哪一個路徑呢 我告訴你 A到B 因為這個是等容過程 等容過程 我們介紹過 它有一個特點 它有一個特點 是什麼特點呢 公等於0,對不對 DW等於0 等容過程 我們說 由A到B B等於Constant 所以 所以 BW 等於PTV等於0 好 等容過程裡面的 熱量 A到B 看它怎麼算 從等容過程 這個算 它就是NC B B B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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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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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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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dq-dm 这个是雷,那还是等于ncdd 我再写一步 就等于dq-dm 这个就是内能的改变 这个是从哪里算出来的 从等容过程算出来的 我现在说,我不从dq-dm 我从a到c 内能是多少 内能改变是多少 你要不要算,就是这个东西吧 因为内能大家每一点 只要这里到这里,都算 都是这个 因为这两条线 它的内能,一个u,一个u,加eu 所以说,不论你,是什么过程 等容也好,等压也好 随着你热音的一个过程也好 只要它的温度是从t到t加dt 或者是u到u加eu 它内能的改变都是ncdpt 这要记住,这里用得很多 我们现在 我再加一次 就是圆 ac a到b e到m eu eu 同时一样 好 我们以下 这里一个 很重要的集合 很重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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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像氣體 他做等壓膨脹的時候 跟做等溶膨脹的時候 他的克分子比率有差 克分子比率有差 CP-CP等於R 等於氣體的常數 證明這個 怎麼證明呢 我們首先看 他是理想氣體 我沒有寫很完整 就是理想氣體 因為是理想氣體 所以他有這個是狀態方式 有狀態方式 好 現在我們看 看CP 如果這個 Pressure 對於Constant Pressure等於Constant 多了 則 這個呢 其他 則 這是Constant 所以 我們就可以算 DW 是等於PBB 本來就是這個 那麼 等於 N PBB 就是 這邊為分 這邊為分 這個是Constant 為分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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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由理想氣體的狀態方式得出來 因為理想氣體的狀態,所以它是由理想氣體 但是不管你是pressure component,它是什麼都做,我自己也說過 它就是NCVVT 一定是這個 但是它的熱 熱 熱 N 這個就要代表 pressure and constant strong DQ 就是NCP NEP 我們把這個代表 理想氣體 代表這個 理想氣體體體體 所以 DU DU 是NCPVT DQ NCPVT DW 代表 NRDT NRDT 大家不打NDT都會這樣 希望這個 CP NCP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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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等壓過程,以作等溶過程,需要有熱量多一點。 我們講解它是密閉的方法。其他地方都是絕熱,只有下面可以讓熱流進去。 我們把這個地方通過絕熱,這個氣體。 原來它有DU,原來它有Q和QI。 QI,Volume等於常說,定時。 我現在在這個地方,用一個本身燈來熱它,加熱。 熱量就從這個地方流進去。 只有熱量從這個地方流進去。 它的溫度就升高。 我們用一個溫度,Ti。 熱量進去,它就變成Ti。 Final Temperature。 它,容量是一定的。 它的氣體能量是一定的。 這個時候,把熱加進去,所有的熱量都變成它的內能 這個時候,DU是等於,EU是等於,EE,這個等於0 只有這個,所以,你加熱的話,它的內能就改變了 內能就改變,這個內能就是NCVDT 如果我現在用一個容器,這個容器,它的 這個,它是這樣子 它會覺得它在這裡 我們開始把劍力都決定 這個都決熱,這個決熱 我們這裡用本身身來加熱 你這個時候,熱量輸入 溫度要升高 溫度升高,因為氣質就膨脹了 好,膨脹 膨脹,膨脹以後,這個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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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重量是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這裡,這樣的重量是一樣的 很一定的 那就是壓力一定的 壓力保持一定 但是,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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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之後呢,它就會變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變到這個程度 好,這個時候呢 你 寫 微分子的第一 熱力學的低率 它除了有低Q之外 因為它的pressure會改變 所以這個不等於零 這個不等於零 所以,你不能只增加它的溫度 增加它的熱量,這個就等於增加熱門 你增加熱量 這個熱量還要有一部分 你增加它的熱量 有一部分還要用來做工 還要用來做工 所以呢 你控的做工才等於它 所以你這個熱量要比較大 熱量要比較大 所以等於零做成 它所需要的月 要比較多 好,現在我們就知道 同樣是理想氣體 它做等壓膨脹 跟等溶膨脹的時候 它的底熱不一樣 那麼,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數字 Cp B3Cp 等於Gamma 大V 這個跟你是什麼氣體有關 跟氣體的性質有關 跟氣體的性質有關 不是所有的氣體都一樣 G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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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壓過程的時候的比熱 與等溶過程的時候的比熱 與等溶過程的時候的比熱 而言之 是 好 現在我們再來 呃 理想器品,做絕月和戰爭的時候,戰爭的功績不少。 過程度成功。 球做的功是多少 好,怎么求呢? 怎么求呢? 我们先有勾 因为气体的勾就是VTB 从V1到V2 我们先讲这个 我们留一段距离 我们先看这个 因为有一个数字 我们没有讲 讲完这个才能解决 我们看这个地底 求理想气体 做绝热银杖 P P与B是关系 但是它是理想气体 它还有这个关系 有这个关系 NRT 如果是等温过程的话 这个等于常数 那么它就是PV等于常数 这就是等于过程 P跟V的关系 那么现在绝热过程 怎么办呢? 绝热过程里面 P跟V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我们首先 那么我们先讲 因许热银杖 德尼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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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麼,DU,不管怎麼樣,它都是這個,不管是什麼過程 DQ一定等這個,DQ要是負的 所以呢,我們這裡就可以先解除 它的DQ是等於負的,PB負NCP 好,這個我們是從熱力學低低率裡面得到 那麼,影響氣體它絕對要扶頭 然後,PB等於NRT這個狀態方向 PB等於NRT 好,我們把這個式子,現在溫度會改變 所以,Model會改變,Tresure會改變 好,那麼,把它維尊的發開去形成 DDP消長V,DP等於NRT 還有這個 好,那麼,我們現在把第一式再代入 DT帶到這裡來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P,DV,加上VVP 等於NR,等於NR 乘下P,DV,overNCT 等於NRT 我們先練一遍 r我們剛剛 這裡 cp-cn cp-cv overcv 乘上 ptv 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式子 再展開 再展開 這個 這個 r cp-cv cp-cv cv-cv 就是1 所以 r 數 數 這裡有個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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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等 gama p db p-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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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消掉 我們把這兩個 都拿到 等號的 左邊去 我們就得 p-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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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 加上 log b p-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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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這個我們可以把它寫上去 Log P over V 這是加的它 Gamma可以寫上去 所以它就變成V Gamma之八 叫等於Constant 如果這個值得 Natural logarithm是Constant 那麼這個值得反正就是Constant 它是另外一個Constant 所以決定的過程是這個 有這個關係 P乘向V的Gamma之八 要等於Constant 如果它有好多個State 比如說P1,V1,Gamma之八 要等於P2,V2,Gamma之八 如果還有第三個 就是P3,V3,Gamma之八 這個就是 決略過程裡面 它的P跟V的關係 那麼它在P名圖上面 是怎麼樣的一個形狀呢 我們這裡畫一個來看看它 P,V 我們說等溫過程 等溫過程的話 是這個 這是等溫 等溫過程PV等於Constant 那P和V是一個什麼曲線呢 如果P乘V等於Constant 什麼曲線 雙曲線 是這個雙曲線 我們把這個 等溫過程這樣 我們把這個 等溫過程這樣 我們把這個 等溫過程這樣 我們把這個 等溫過程成這樣 我們也沒畫得那麼準,說是雙曲線、雙曲線 但是我們可以從一個地方來分辨 就是,如果是決略過程的話 他這個曲線要比這一組要來抖 邪語要比抖 所以這一組呢,是P,P的Ga,那是他 如果有這麼兩組曲線畫出來 一個是等溫,一個是決略 你就知道哪一組是等溫,哪一組是決略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當你這個體積 從大體積壓縮到小體積 而是做等溫過程的話 做決略過程 我們看,決略過程 大體積到小體積 這個大體積到小體積 決略過程 用決略,熱跑不出來啊 那你氣體 一壓縮,它會不會轉身熱 對不對? 所以它溫度就上升 溫度就會轉移溫面 所以它會轉移溫到比較高溫 現在我們可以來做這一組 我們可以做這一組 做這一組 你一定要知道P跟V的關係 P跟V的關係 我們現在知道P跟V是什麼關係 就已經解決了 決略過程 決略過程 它有P1,V1的γ18 要等於P2,V2的γ18 要等於P2,V2的γ18 等於PV的γ18 我們令它等於一個常數 K就是G2 現在我們呢 就把它帶到這邊 p對於K over V 的γ2 我們把它帶進去 谢谢大家 第一式,我们第一式的Word就变成 V的幅高之方,DV,从V1到V2 这个呢,我们就变成 OK,我们慢慢做 V等D-C-C 这边就是等于V等D-C-C 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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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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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γ分之1,p除γ之8,分掉了 p除γ之8,分掉了 在這裡,我們可以用p1,b1的γ之8 所以它可以變成這個 我們知道γ的1大 我們把這個1沉進去 所以它變成γ-1,p2-p1,p1 它就是第二項 你的功可以用pdb來算 我們的功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我們由熱力學來記憶定律 因為它是絕熱 dq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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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bt dq dq 第一位是可以先等 現在我們可以起分 副等N CB DT From T1 到T2 它就等於 N CB T1 -T2 把錯字畫成進去了 所以功又可以等於這個 這個我們講定它 第三式 第二式跟第三式是同一個東西的結果 那麼這兩個結果就要相等 我們就可以等於 第三式 叫作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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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以上是我們看熱力學第一定律的那種應用 接下來我們要看理想氣體動力學 熱力學第一定律 他是用宏觀來看 宏觀不看你什麼氣體的止刻 氣體分子那麼看不見 他不看你內 他只量測你這個系統體積多大 壓力多大 溫度有多高 他就用這些量來表現 在有過程變化的時候 有變化過程的時候 這些P、V、T 他會有一個State 有另外一個State的值 在前面我們就是用熱力學第一定律來看看 但是我們也可以用圍觀來看 圍觀就是說 假設你的眼睛很厲害 你能夠看到這個氣體的分子 並且知道它有多少 當你只看氣體分子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那個氣體分子 有速度 因此它就有動能 有動量 有動量 有動量的話呢 它跟物體產生碰撞的時候 它動量的改變就會產生力 力 在被面積來除去變成Presure 所以它呢 也有Presure 也有Volume 也有Temple 不過這個時候 它的能量呢 它就是用氣體運動的動能來算 就是說 我們現在講的是什麼 是理想氣體 我們前一次有很多位寫過 理想氣體的這些特性 我再強調一次 理想氣體的分子 它只有位置 而沒有空間 這很重要的 然後理想氣體 它們鼻子之間 漫有引力就neglect 不管什麼力 不管什麼漫有引力 它都不算 它們之間 只有什麼時候受力呢 它跟另外一個分子 產生碰撞的時候 會有力 或者跟那個氣壁 濃氣的牆壁 產生碰撞的時候 會有力 就這個時候會有力 其他的時候啊 都沒有力 這兩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它們的碰撞是 完全彈性碰撞 完全彈性碰撞 就是碰撞前跟碰撞後 它的動能保持不變 還有就是 理想氣體的數量非常非常大 你要一個一個去算 不可能 那麼我們怎麼算它的能量呢 它是用統計學 用統計的方法來計算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看看 理想氣體啊 它不是說 氣體真子一個一個就 安安靜靜地在那裡 不是說 我們空氣體在這個氣體真子啊 因為你看不到 你如果看到的話 你會嚇死 一下子飛過去啊 那個速度快得不得了 你增速都快 好 快得不得了 好 那 但是它一定會有碰撞 因為那麼多氣 總是有碰撞來碰撞去 好 我們現在先 嗯 講一個 專扭名詞 叫做 平均自由入境 明 free path 明free path 友台 宮 好 我們氣體啊 撥得不得了 好多好撥 他們都在動了 都在動 比如說我這個氣體 往這邊一動 跟它撞在一起了 撞在一起以後 往這邊彈 它又碰到了 然後呢 它又 往這邊來 又碰到了 然後 它又 反射到這裡來 它這個目鏡呢 長短不一 每兩次碰撞你 當中的這個目鏡呢 長短不一 那麼我們現在是 喜歡平均值 平均值 這個目鏡的平均值 我們現在怎麼算這個東西呢 怎麼算呢 那麼當然這個是跟 比氣體啊 這是理想氣體沒有體質的 但是我們真正的氣體 是有體質的 那麼 我們現在就 這樣看 這跟氣體的性質有關 你二氧化碳分子 跟氫分子 這個體質就不一樣啊 好 我們現在講聽說 都是同一種 同一種分子 同一種氣體 那麼 它氣體的 體質 我們講的用一個球 來看看 這個 直徑是B 直徑是B 它的質量是M 另外有一個 同樣的一個分子 它大小是一樣 大小是一樣 它的直徑也是D 這兩個 怎麼樣才能分装呢 如果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這樣不會分装 有沒有 怎麼分装 一定要接觸到 接觸到 你這樣子是 就是Tatron Collision 正向 撞個正著 那麼 如果 正好從這邊 插過去呢 那是 最輕微的 插撞 也算是撞 所以說 我們只要是 插撞 到 正向撞 都算是撞 於是 我們就說 這兩個分子 如果要產生 碰撞的話 產生碰撞的話 它的條件就是說 兩個分子 兩個分子 它的實際能 到本 兩個分子 這邊到對面的區域的二比 二比正好 兩個差狀 好 現在我們 就是說 我們這個區域 從正面 一路 轉過去 一路轉過去 它一定要撞到 跟 它的距離 跟它 有這種關係的時候 才會分装 沒有這種關係 就 不會有問題了 那我們 用一種 比較 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它一路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假定了 這個 分子 我把這個分子放大 放的 放的 實際 是兩倍 質量還是什麼 就是說我現在要算它 一路上跟隨同狀 我就可以當作有一個 體積 是 質量是這麼大 但是它的 直徑是二比 其他的 直徑 狀態 已經就算出 直點 只要直點在這個範圍裡頭 在這個範圍裡頭 它都撞到 直點在這裡才能撞到 好 我們 我們當成 這個樣子 OK 好 那麼 就是說我們把這種狀況 當成是這種樣子 它有一個 實際上 N 但是它 實際是二比的這個球 球形的分子 一路撞過去 其他的分子都是直點 那現在我們就看 在一個 圓柱體裡面 屬於體面 因為它一路過去 這個體積少過去 就等於是有一個 面 這個面是二比 這個面 就是它補吃劑 是二比 這個面 這裏都是其他東西 在這裏的它都撞到 在外面的它就撞不到 我們講定 氣體在這個時候 它的速度 是VT 速度是V 7秒鐘 它就跑到這個地方來 地板就跑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它掃過的面積 它掃過的面積 體積就是這個面積 承擔這個距離 掃過的體積 那現在我們 就看這個 這個Cylin 這是一個圓柱體 圓柱體 體裡頭總共有多少的分子呢 用它幾度少過來 只要在這裡頭的分子 它就會撞到 那我們用這個 大型的N 大型的N Cylinder Cylinder 裡頭的分子數 N 它等於什麼 它等於 這種氣 在這種氣壓之下 它裡頭 就是 一般情況 我V的體積 總共有N的 N的 氣體分子 我們可以用PV的NRD 算出來 這麼多分子 這就是說 我單位體積 有那麼多氣體 現在的體積是多少 現在的體積 就是 V Cylinder 這個是單位體積有多少 7分子的 乘上這個體積 就是 N Cylinder 這個等於什麼呢 等於 N V Cylinder 這個體積 就等於 面積 Pi 一平方 乘上 V T 乘上 VT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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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M3 Pi 自由 不經常 我們用Lamana 或不一定 有的書上用別的 用L 我們有 你要看看前面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 我們用Lamana來算 那麼這個 路徑呢 就等於 因為它裡頭有這麼多個 每撞一個就是撞一次 每撞一個就是撞一次 那它現在呢 走夠 就是 你這個Cylinder 有多長 Cylinder有多長 那麼 就是 它從這邊 撞進去 從這邊 跑出來 它這個長度有多長 但是 它這麼長度裡面 它不是一次噴裝啊 它噴裝的N次啊 N的氣體都被它噴到 所以它要除一個什麼呢 除一個 N Cylinder 那就是Cylinder 那現在我們把這個 L Cylinder L Cylinder L Cylinder 就可以V T 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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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這個 中間 就是長度 長度 乘上這個 中間一點 這個就是等於這個問題 N Pi 1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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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重整理一下 它就變成 VT 長度 V 長度 N Pi V 長度 長度 VT 這個VT 跟這個月亮 VT 於是它就變成 Volume 這個Cylinder Volume 被這個 N I 1平方 VT 這個就是 它是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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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来会证明,它等于NKT K就是一个叫做空前开始 再来会证明 因为这里我们一并讲了 我们可以证明这个 NK是等于A D I D 我们可以证明这个关系 我们刚刚是讲 这个气体 它们的速度都不一样 如果它们的速度不一样 我们是要去它的平均 平均 是真正的气体 它没有味道 如果 如果 它们的速度 它跟这边有什么关系呢 可以靠来 哪里的关系 那么这个 这个 然后我们会讲这个 比如说 交流链里面的电压 effective voltage effective current 等等 比如说有这个 平均 出来 那么就是 主要可以这个 这些 我们会讲 V 到 Makima 要在于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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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平均指引他們 這部分任務都會更好 你們回去 要把這個例題看一看